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解这个问题呢 来看一下 今天啊 我商号就是我给你几个东西 然后一个背包 如我们刚刚所说 你连要找到一个subset of items 塞进去会刚好塞满 这件事情都很难做到 那很难做到不表示你就可以放弃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 你就是要解这个问题 那今天你就想要那就是穷举吧 穷举你10个item 20个item的时候 穷举勉强还可以 那实物上呢 经常都是几千个item 几万个item 穷举根本就不是办法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有再smart一点的方法 有没有呢 有的 今天呢 这个problem 它虽然是所谓的nphard 但是好消息是 它是weekly nphard 它存在有所谓的 sudo polynomial time的algorithm 那我们待会就会介绍这个algorithm 然后呢告诉你 所谓的sudo polynomial是什么意思 OK 那这个algorithm呢 又是一个基于recursion的algorithm 所以拿来这边介绍就是刚刚好啊 那weekly np号是什么有兴趣的人可以来问我 没有的话就算了 没关系 跟这个课没什么太大关系 好 今天呢我们来开始 试着看这件事情 可能在这里有b 然后我有一堆item的weight w1到wn 我要找是否存在有一个subset 它们呢这些东西加起来 weight刚刚好会等于b 如果有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把那个subset找出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么呢就让我们来写一个recursive的algorithm吧 为什么我们要写recursive的algorithm 你想想看刚刚那个问题 我给你n个东西 各有各的weight 然后呢它有一个背包大小 那你把n个东西来看看能不能塞满一个背包 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很适合用recursive来做 为什么 n个东西塞满一个包包 那n-1个东西塞满一个包包 看起来很像 对吧 说不定我可以把n个东西塞满一个包包的这个问题 define成几个所谓的n-1个东西塞满一个包包的问题的集合 然后呢我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去解那些n-1个东西的problem 然后应该说instance 然后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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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要这样往下 因为base case我们肯定会解嘛 要是你只有一个东西 要塞满一个包包 可以或不行 就看那个东西是不是刚好是那个包包的大小咯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想要做这件事情 好 于是我们就更进一步的分析 那我们呢放个notation w我把它写成vector的形状 然后呢b是我们的capacity 好 那现在我们就想要看看 我的weight们能不能够塞满大小为b的包包 那我们就用一个p ofbn来表示 p ofbn表示这n个东西 从item1到itemn能不能塞满大小为b的包包 能不能找到一个subset 恰好塞满大小为b的包包 今天呢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w是2345 b呢是6 那这表示什么意思 p of64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original problem 六个 四个东西能不能塞满大小为6的包包 那如果是p63呢 p63的话就是我能不能用234前三个东西塞满大小为4的包包 p53呢 p53就是我能不能用三个东西塞满大小为5的包包 所以这是个notation 就是pbn是什么意思 用前n个东西塞满大小为b的包包 好 那么呢 今天pbn这一个problem显然只有三种可能的答案 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答案就是不可能 你用这n个东西不可能恰好塞满大小为b的包包 叫做impossible 第二种呢 是有可能是办得到的 但是请你no select 不要选第n个item 第三种就是可以 而且你应该要选第n个item 对吧 今天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只有两种嘛 要嘛你有选第n个item 不然你没有选第n个item 跟刚刚combinatorial那个议题是蛮像的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今天如果照我们刚刚的讲法 好来 b等于6 然后w是2345 假定是这样子的话 你仔细想想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思考这件事情 我要怎么解这个problem 那我就去解所谓的smaller problem 我要是知道p63是ns或是s 哪个不重要 重点是如果p63是可以的 那p64显然就可以 而且你不要挑第四个 为什么 包包大小是一样的 我用前三个东西 somehow就有办法塞满大小为6的包包了 你再给我第四个东西 我就把它丢进水里 我一样有办法塞满这大小为6的包包嘛 所以如果p63是可以 p64就是可以 而且不要选 那如果p13是可以 我就知道p64是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第四个东西的weight是5 OK 所以如果三个item能够搞定大小为1的包包 那第四个item刚好大小又是5 那我第四个item一选 就有办法塞满大小为6的包包了嘛 大小为6的包包在这里 我刚刚呢 这里一个空间要怎么样塞 不知道 但如果用我那三个东西 可以搞得定它的话 我第四个东西 我就用来搞定这剩下来的空间 这5点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里自然就是可以啦 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两种情境 p63跟p13如果我会解 我就会解p64了 如果他们两个都impossible 那p64是不是就impossible 你想一想 对 因为今天你p64要有解 那要么就是你有挑4 要么就是你没挑4 你有挑第四个东西的话 那你的p13势必就要有解 你如果今天没挑第四个东西的话 p63势必就要有解 所以今天我就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recursive的step 我大的东西可以把它切小了 再来是base case base case里面就是 如果我只有一个东西的时候 很简单 对吧 如果是p01 那一定就是我包包的大小为0 然后呢 我只有一个东西 管它的就不要挑 p21的话呢 那这个例子就是要挑 为什么 因为我东西大小是两单位 然后我的包包两单位 我重量两单位 所以要挑塞满它 其他任何的数字都办不到 你东西就是两单位的大小 那你包包如果是三单位 我单位一单位 都不能恰好塞满 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总合起来的话 就会得到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啦 我pbn 如果今天是这个情况 我这个pbn-1 它是ns或者是s的话 那我们这里就办得到 而且是不要挑 那如果我今天这里 是n-1个东西 然后我的包包是b-wn 就是第n个东西的重量 就是刚刚的6变成1的那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里就是变成s 就是要选 那最后如果都不行的话呢 就是impossible 那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 这里并没有把base case写下来 那你练习一下 如果要把base case加上去的话 是要怎么写 那也很简单